自之前开完Yamaha的黑胶盘之后 很久都没开过这么大盒的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一部胆机 右胆机 你不是买了一部拉菲尔专专给35仔用的胆机 是 但人们总是会贪心 贪心什么呢? 因为那部35仔专用的胆机 只有11吨和15吨 所以推对大天朗8吨的好像不太适合 所以我特意订制了一部用我喜欢的胆 样子又帅哥 又可以有8吨和15吨选择的胆机 希望可以推完两个喇叭 如果听小的歌就用35A 听大的就用天朗 我们现在打开它看看 哇!很多陈膜 因为要订造这个8吨和15吨 因为本身它是4吨、8吨和16吨的 其实也不差得远 但既然我又不急了 那不如订造吧 通常都是箱里面会有一个箱 所以为之稳妥少 接着就用到机器 发声帮忙 好!接着呢 就把箱子弄走 哇!很重啊! 这条魔术贴 这条魔术贴 绑着胆杂 不会辣 那508IA有什么特别呢? 第一 帅哥 就是整个银琴7的面 设计 另外呢 就是 中间一支L7 左右两支 6S N7 接着一对 300B 就是我之前做什么 淘几对300B 接着一对805 不是845 是805 有些人会问 不是300B推845 好些吗? 我初头都这样想 但是呢 有一个卖胆的朋友 就是805更好 即是845 现在呢 漂亮的845 可能去到万多两万元 但是你买805 就说是几千元 是同一个品牌的股东蛋 同一个级数 同一个年代 所以他说 喂!805也值得玩的 所以呢 我就 试一下 用300B 推一下805 即是我就算今天 去开声 也是刚刚开声 所以呢 就不评测 它是否漂亮的声 纯粹给大家 看一看相机 之后再告诉大家 相机的声音 有没有声音